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美國白宮表示 目前無法證實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是否會在下星期在三藩市會面 白宮發言人楊皮亞爾被記者問到 美中領導人的三藩市會晤是否在百分百會舉行的時候 他目前說仍未掌握可以證實會面的消息 但白宮會在近日披露更多相關的消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之前在日本接受當地傳媒訪問時表示 美國預計美中兩國領導人將會在下星期的 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活動期間會面 雙方只是就此展開工作 他又認為美中領導人舉行初詳十分重要 指出這個有利於兩國尋找可以合作的領域 並且探渡如何負責任的方式解決分歧 日本傳媒報導中日兩國政府正是協調兩國元首 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方會期間舉行會談 中方未有證實消息 稱希望日方為推動雙邊關係改善營造氛圍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沒有可以提供的資訊強調中方希望日方以實際行動 對現構築建設性穩定中日關係的表態 為推動雙邊關係改善發展和兩國高層交往 營造必要的環境和良好氛圍 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說 由於習近平到時可能與美國總統拜登會談 目前出現在中美元首會談後的一日 舉行習近平和岸田會晤的方案 日方派遣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江南前往北京 可能與外長王毅等人會面 協商日程和議題 持續加劇的巴爾衝突已經令到雙方 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高度撕裂 而在未來局勢之中 加沙地帶這個敏感地區由誰治理 最近也開始成為關注的焦點 當地時間11月8日 美國負責近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巴巴拉利夫表示 美國認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是尋求最終治理加沙地帶的最合適選擇 詳情如何? 巴士的部評論員Anthony跟我們說說 據CNN11月8日的報導 美國助理國務卿利夫當日 告訴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他說眾所周知 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是唯一根據奧斯陸協議成立的巴勒斯坦政府 他說不理他有什麼缺點 他都是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政府 我們確實認為 最終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和願望 必須成為袈裟衝突之後 治理和安全的核心 CNN表示 美國助理國務卿利夫的發言 和國務卿布林肯11月8日 在東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相呼應 布林肯說 持久的和平必須包括 巴勒斯坦人領導下的治理 以及加沙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領導下的 約旦河西岸的統一 布林肯表示 和平還必須包括在加沙 建立一個持久的重建機制 以及一條令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在各自空間共同生活 享有同等安全、自由、機會和尊嚴的途徑 布林肯說 以色列不能夠佔領加沙 但是在衝突結束之後 可能需要一段過渡時間 11月8日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戰略溝通協調員 阿比 也向媒體回應了布林肯的這番發言 阿比說 加沙的治理必須是 我們所有人在衝突之後 仔細考慮的事情 顯然在哈馬斯的控制之下 我們不能讓他變成10月6日 即是以前的樣子 阿比補充說 以色列試圖重新佔領加沙 將會是一個錯誤 必須有一個不同的解決方案 一套不同的治理和治理的原則 我們必須與我們的合作夥伴 共同努力 找出解決方法 阿比承認 在衝突結束之後的一段時間之內 以色列軍隊可能仍然將會留在加沙 並將承擔一些初步的安全責任 但是阿比說 現在預測這些責任的時間長短和規模 還是為時過早 為此 美國將會與該地區的合作夥伴 進行重要的對話 阿比說 我們清楚 我們不希望在衝突之後的加沙 看到什麼 我們不想看到哈馬斯掌權 我們不希望看到以色列重新佔領 但是我們將要看到的 我們想要看到的 他認為還在摸索之中 他說 我們必將與該地區的人 進行外交對話 以解決這個問題 CNN的報導說 美國官員表示 他們的阿拉伯合作夥伴 包括約旦和埃及 對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加沙的可能性 表示擔憂 並希望目前要將重點放在達成停火的問題上 布林肯11月8日 亦向這些夥伴國保證 美國認為和平協議的關鍵要素 應該是包括不強迫巴勒斯坦人離開加沙 現在不行 戰後都不行 謝謝Anthony 隨著以色列加強地面攻勢 巴勒斯坦人繼續逃離加沙城 以色列發言人聲稱 黑馬斯已經失去加沙北部的控制 以軍表示過去一天有5萬名巴勒斯坦人逃離 部隊再次在南北主幹道開闢安全通道 持續數小時 另外 總理萊塔利亞胡否認有報道指 各方正是討論釋放10至15名人質 包括6名美國人 換取以色列作為1至2天的人道主義暫停衝突 他指這些是虛假的言言 重申如果黑馬斯不釋放人質就不會停火 回到本港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今年首10個月一共收到超過18萬份輸入人才申請計劃 當中超過10萬已經獲批 其中高財通計劃收到5萬5千份的申請 超過4萬3千宗已經獲批 李家超出席香港高財通人才服務協會 創立典禮致時表示 各項的吸引人才計劃反映理想 超出預期 今年以來已經有7萬名人才已經來到香港落地 遠超過每年3萬5千人來香港的目標 他說成績令人鼓舞 充分反映香港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 有高強的國際吸引力和競爭力 建築、策略、都市規劃及原警界立法會議員謝偉傳認為 本港難以推進擴闊稅機 反而可以思考如何嚴控經常性開支 政府提出在不影響民生開支的前提下 未來兩個財政年度會構減各個政策局 和部門的經常開支達到百分之一 謝偉傳在電台節目表示 過去政府過分依賴非經常性收入 尤其是賣地收益應付開支 情況不健康 他建議研究在大型的基建上 運用好私人市場力量提供資金 謝偉傳又指出政府運用創新科技 但是就看不到帶來人力資源成本方面的效益 扶貧政策也有資源重疊 應該考慮重整 他有建議發展銀化經濟 一方面不少長者的消費力高 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他們依賴公共財政 香港經濟近年欠缺動力 逆後復甦未如預期 向外招財成為當務之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巴士迪布訪問時表示 港府自力推動海外和內地企業來到香港 建立中長期經濟動力 人財人希望 前財自然旺 本港第三季經濟增長4.1% 順於市場預期的5.2% 短期經濟欠動力 旅遊消費不如預期是原因之一 財爺陳茂波表示 其實旅客來到香港人次已經恢復新冠疫情前的七成 但是消費較想像中慢恢復了八九成 短期推動增長一定是促進旅遊業 尤其是高端旅遊業 小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收睇巴士迪布十多年特備節目 司局長訪談有足本體 每日早點新聞說到這裏 午茶壁 《燈籠》 《渡到個人水》 《熱能影》 《燈籠》